小熊嘟啦,讲故事 笨孩子 从前,世上有个女人,她有一个儿子,很笨,脑子糊涂,跟其他孩子不一样 有一次啊,母亲打发她去买根针,她买了针回家来 路上碰见一个朋友,提着满满一筐子骨子,便问 我把针放到哪儿呢? 放到我的篮子里好了 对方回答说 男孩把针放到篮子里,走到家门口,他想把针拿出来,可找不到了,便空着手回来了 针在哪儿?母亲问 我把他放在张夫子的篮子里,可后来找不见了 你多笨!母亲说,你怎么不把针别在衬衣袖子上呢? 第二次,女人叫儿子去买奶油,去吧,快点回来 孩子买了奶油,把它倒在衬衣袖子上就往家走,他走着走着,奶油化了,滴到地上,他带回家的很少很少 奶油在哪儿?母亲问 他流了,还剩一点在我的袖子上面 母亲非常生气,喊道 应该把奶油放在罐子里,那样你就不会撒掉了,下一次要这样做 过了几天,女人要儿子到邻居家去捉条狗仔来 孩子捉住狗仔,放进罐子里,严严地盖好 回到家里,母亲问他 狗仔在哪儿? 在罐子里 快打开 母亲担心地说 他们打开罐子,看见狗仔已经死了 母亲气得大喊 唉,你这样笨,要拿根绳子拴住他 对他说,走走 有一次,孩子去买肉 他买好了肉,用根绳子拴住,拖在后面 不停地说,走走 一只狗闻到了肉香 跑到孩子身后,把肉吃光了 他拉回来的,只是几根骨头 肉在哪里?母亲问 这就是 你真是个大笨蛋 母亲叫道 你说的肉是什么?几根老骨头? 哥,你自己教我这样做的呀 孩子感到很委屈 女人伤心地说 我再也不叫你到哪儿去了 小朋友 你们知道吗?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啊 都不能刻板教条 要学会变通 这样才能把不同的每件事情都做好 千万不要像故事里面的那个孩子一样哦 他咬过我 如去